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對說回9月19日 星期日沙田賽買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連贏及位置Q過關 兩穿三的 就和大家買過關 第一關我們就會買到這場的第八場 這場第八場就是我們的三班草地斯蘭12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我認為都是一場挺有趣的賽事 原因是因為這場馬有很多隻都會跑 而且有很多隻之前其實都跑得差 但是接下來的這一場都有機會 所以如果你要在這一場找到一隻爺硬的馬 其實都挺難的 沒有哪一隻馬一定是很穩陣的 基本上我覺得這一場馬 每隻馬都是實力馬來的 但是我相信接下來的這一場 最焦點的那隻馬 一定是這三號的神之水滴 原因是因為這隻馬都很出名 初出的時候即勝 都很多人來講這隻馬 是一隻超班馬 他曾經做出來的成績都兩邊兩個第三 相當之厲害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的這一場 很多人都會考慮買不買這隻神之水滴 那要考慮到的因素 肯定是他的檔位 這隻神之水滴 接下來的這一場 排著十一檔 到底十一檔對這隻馬有沒有影響呢 會不會是排著外檔 導致這隻馬跑不出呢 我相信這些都是考慮的因素 但是我認為其實排著十一檔對這隻馬肯定有影響 因為大哥 你排著外檔和你排著內檔當然是不同的 你排著內檔肯定是省一點的 肯定是好跑一點的 但是喂 十一檔是否真的代表這隻馬輸硬呢 我認為不是的 因為其實接下來的這一場 我覺得快馬其實不多的 我覺得就算這隻神之水滴排著十一檔都好 好了這隻馬也有機會搶到出來的 而這隻馬呢 在接下來這一場 能夠搶到頭來放的話呢 我覺得這隻馬就幾大機會能夠贏得出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接下來的這一場 沒有什麼快馬走的 沒有什麼馬來阻止他放的 看看這一場有什麼快馬 1號的怡春輝煌 10號的翡翠鳳凰 這兩匹馬就叫做比較快一點點 但是能不能夠救這隻神之水滴快呢 我認為應該就不能夠了 這兩隻馬呢 多數都是放在二三位來跑的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一場 這隻神之水滴應該能夠自己輕鬆地走的 只要沒有人阻止他 只要沒有人拍著他一起和他鬥放的話 我覺得這隻馬應該是輕鬆能夠贏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一場 這隻神之水滴都需要選擇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呢 就是這隻神之水滴了 希望他這次排著十一檔 外檔就換賠率 劣檔就換賠率 相對來說就會更加值得買了 不像之前那樣 賠率那麼佛味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擇的就是這隻神之水滴了 基本上在這場馬上 你要選擇第二隻馬匹才是最難的 到底哪一隻馬能夠挑戰到這隻神之水滴呢 基本上同場很多馬都有機會 這隻一號的宜春輝煌也是厲害 二號的星雲明雀也不差 之後去到六號的元朗之星 九號的合火雄心 甚至是十號的翡翠鳳凰 以及四號的藍莊之歌 這六匹馬呢 都是有能力挑戰神之水滴的馬匹來的 那麼這隻九號的合火雄心 更加是說最有資格 應該因為這隻合火雄心 就曾經跟這隻神之水滴討過的 大家看看吧 這隻合火雄心其實在六月二十六號 跑的這場沙田千二米三班賽事 就跟神之水滴來跑的 那麼當時這隻合火雄心就跑過第六 而神之水滴就跑第三 那麼其實跟神之水滴的差距都不大 那麼還要是合火雄心上場排著個劣當的 排著個十三檔 那麼上次蝕著來跑的 基本上呢 巴道是轉到這隻馬呢 八九疊來去衝的 那麼所以 基本上這隻馬 上場蝕那麼多 而接下來的這一場呢 又排著給上次好的檔位 排著個九檔 還要啦 他負磅呢 其實是說沒有怎麼加過的 大家看看 這隻合火雄心 之前是背著一一五磅 接下來就背著一一七 但是相反 神之水滴之前背著一一七 接下來呢 就要背著一三零 即是說重了十三磅 那所以其實呢 這隻合火雄心呢 在接下來這一場 看來是非常之那麼好 基本上看起來 他是一隻能夠殺低神之水滴的馬 而且我覺得呢 這隻合火雄心呢 隨時那個賠率呢 還熱過這隻神之水滴 那因為 喂大哥 你這一場的負磅那麼好 是吧 神之水滴的負磅不好 背著你十三磅 還要排著個劣當 所以我覺得這隻合火雄心呢 隨時重熱過神之水滴的 但是啦 接下來的這一場 我覺得這隻神之水滴呢 有些隱憂在這裏的 未必真的那麼值得來買的 那為甚麼這麼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 剛剛才說的 這一場馬其實快馬不多的 那快馬不多 即是說其實後上馬就多了 要留後的馬呢 就會比較多一點點了 那所以其實我也蠻擔心這隻合火雄心呢 再出現上場 洩到嘔 衝不及的情況出現的 而且啦 神之水滴是一隻快放馬來的嘛 他有機會是說 帶掉這隻合火雄心都不定的 很大機會這隻合火雄心 再次食塵都不出奇的 那所以 喂 見得到這隻合火雄心 接下來這一場 又有機會成為大熱 那 還要他的跑法這麼被動 那所以我覺得這隻合火雄心呢 都不太值得來去搏 那我寧願搏回那隻神之水滴 好鬼哥啦 那至於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是哪隻呢 那這次呢 我就想選擇這隻六號的元朗之星來搏回的 那這隻元朗之星呢 其實你見得到 他最近那六次賽職呢 是非常之差的 不單止他最近六次啊 其實最近呢 他跑的那十幾次呢 賽職都是非常之差的 你看看吧 哇 完全是說沒有一次贏得到的 那但是 為什麼都會選擇這隻元朗之星來去買呢 是吧 原因是因為啦 我覺得這隻元朗之星呢 其實他一路減分呢 已經減了很多了 他目前那個評分呢 是非常之那麼著數的 大家看回了喔 那他目前那個評分呢 就66分 而 他之前贏馬的時候呢 那個評分就是在73分 是吧 那73分和目前66分呢 那是差了7分的 即是說他減分已經減低過他之前贏馬的時候那個評分了 那所以這隻馬再次來跑三班 跑這個沙田千二米草地賽事呢 那我認為他絕對是有資格能夠贏得到的 因為他當時贏馬那一場呢 就是跑這個沙田千四米三班賽事了 同樣的班次 同樣的場地 所以這隻馬絕對有機會的 而且你再留意這隻馬到底當時上季為什麼他會輸呢 其實這隻馬呢 上季是一路配著下游騎士的 配著陳家熙啊這些這樣的騎士 基本上你看到陳家熙的名字都很多次的 你很明顯看得到 這隻馬上季就是不斷在減分的 基本上連馬絲都沒有心出擊的 還要這隻馬當時跑了那些泥地 泥地呢 就不是這隻馬最佳的場地來的了 最佳的場地呢 這隻馬就是沙田草地 因為他當時呢就贏過馬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啦 上季他跑出來的賽職呢 基本上可以抹掉他了 那基本上不是他真正的實力來的 而接下來的這一場呢 這隻元朗之星呢 就直接放潘頓上去 再不是放陳家熙啦 放潘頓啦 很明顯呢 幕後呢就想出擊的啦 那放得潘頓都沒有理由不出擊的啦 那還要你留意一下 這隻元朗之星呢 在投鼠的時候呢 都有一堆操練的 大家看看吧 那這隻馬 之前由陳家熙在7月7號出賽完之後 都已經即時有那些 油水度步快操的一堆操練的了 那還要啦 在8月20號四集都跑過第一的 那跑完這個四集第一之後呢 潘頓一直都有拿著這隻馬來操練啦 那操練都不懶的 最近9月7號又試多貨集啦 那9月16號又來多貨快操啦 那所以其實你看得到啦 這隻元朗之星來這一場呢 擺到明就是出擊了 還要報個杯賽來跑喔 那很明顯就是想吃這個杯的啦 那所以我覺得這隻元朗之星呢 在接下來這一場呢 照道理是要選擇的喔 還要人家這次排著個漂亮檔呢 排著個五檔幾好跑的 這隻馬呢 是能夠咬前一點點的馬來的 不是留後的馬來的 他咬前是跑得好的 那留住在3、4位來跑 那基本上他可以看實 神之水滴何時動手才動手的 那留住在3、4位又不會太過被動 又不用太過主動 那看著對手何時動手 自己才動手 那我覺得這些馬就是最適合的啦 那所以在接下來這一場啦 那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呢 就選這隻6號的元朗之星 那來這裡試一試囉 好啦那講完我們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來這裡講回我們的第二關啦 我們的第二關啦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五場的 這場第五場啦 那就是我們的四班祖地斯蘭 千六位的賽事來的 那在這一場馬上面呢 我們同樣都會選擇兩隻馬匹的 那而這兩隻馬匹呢 我們一早就已經給了大家了 那大家看看螢光幕上面的這張圖片啦 那這張圖片呢 就是我們單Q一槍過的那條片啦 那在這條片裡面呢 我們已經說了 在這一場上面呢 我們會買哪兩隻的啦 那所以呢 如果未看的朋友仔 那盡快去看看 那看一下我們 到底在這一場馬上 那買哪兩隻馬啦 那這條片上面呢 有完整的分析啦 那我們會分析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兩隻馬的啦 那但是呢 怎樣看到這條片呢 那大家呢 只需要按回我們的頻道 選擇和螢光幕上面這張圖片一樣的那條片呢 來看看就可以了 那又或者啦 大家按回我們現在這條影片 右上角的那個提示 那就像i字的提示呢 之後來按回我們 我們單Q一槍過的那個系列那條片 來看看就可以了 那是啦 那所以呢 我們這兩關呢 就是買這幾隻啦 那至於呢 我們那個彩詞是怎樣買呢 那我們很簡單的 那就是 就會買這個Q啦 還有位置Q的 那我們連贏及位置Q都會買齊的 那之後過關方式呢 就是二穿三啊 那所以我們這條過關就是這樣買啦 那就是買這兩關啦 那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那都可以跟著我們這樣來買這條過關啦 那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那我希望呢 這條過關就順利開得出 我們一起能夠贏得到錢啦 那我在這呢 再次祝大家贏多些啊 那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這條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